原住民族學生升學優待 取得文化及語言能力證明考試的制度 即將有重大的轉變 從2007年開始 只要通過語言能力證明考試的考生 可以在各式各樣的升學考試裡面 加百分之三十五 不過從今年開始 沒有通過足語能力考試的考生 只能加分百分之十 2007年政策正式上路 只要是通過足語認證考試的學生 可以在原始總分上 再加上總分的百分之三十五 沒有通過足語認證的學生 只能加百分之二十五 這樣加分制度維持到2009年 到了2012年 也就是今年比率更低了 如果想要以原住民身份報考高中 或是大專院校的考生 如果沒有參加足語認證考試 只能再加總分的百分之十 不過百分之十 已經是最低加分比率 不會再下降 不過這樣的制度跟過去 不論會不會講足語的原住民族學生 只要才原住民族身份報考 都可以加總分的百分之三十三點三的救治 大不相同 考不考足語加不加分 到底有沒有影響 如果以2007年的加分新制度來看 以原住民族身份報考大學的高中 畢業生學測原始分數 如果是三百分 取得足語認證的同學 可以在原始總分上 再加上總分的百分之三十五 總分就達到四百零五 分數已經是可以上國立臺灣大學 另外沒有通過足語認證的學生 則是只能在原始總分上 再加上總分的百分之十 是三百三十分 就只能選田學費較貴的私立府人大學 算一算真的差很大 為了加分學足語成為學生最重要的優因 考上好的高中 那所以這一次只有加百分之十 因為沒有通過嗎 所以你覺得會影響嗎 會 因為對學業也有幫助 不過從2007年加分新制度上路開始 沒有通過足語認證的考生的加分比率降低 以加分管道升上大學的人數 開始微不下滑 看看過去十年從九零到九五學年度 升上大學的原住民族學生的人數持續上升 2007年加分新制度上路 不過不論是透過加百分之三十五 百分之二十五或是百分之十五 而考上大學的原住民族大學生人數 維持到七百到八百人之間 甚至2010年統計考上大學的原住民族學生 一度還下滑到六百九十七人 如果再看看2007年之後獲得加分百分之三十五的學生 維持在四百九十人到五百八十人之間 不過隨著加分比率逐年下降 順利進入大學的原住民族學生人數也開始減少 原住民族大學生學率開始出現停滯的現象 許多學生積極想要通過足語認證 提升學測加分的比例和幅度 成效如何仍有待評估 記者阿里奈克雖然烏溜台北市採訪報導